祖屋楼下,好脏啊! 好脏啊!是谁乱扔垃圾?真不卫生! 乱扔垃圾是不对的,因为会引来蚊虫。你看,好多苍蝇、蟑螂和蚊子啊! 这些人应该把垃圾扔进垃圾桶里! 我觉得你说的对,垃圾应该扔进垃圾桶里。 哎呀,是谁的小狗在那里小便? 就是嘛,随地小便是不对的,因为会破坏环境。 我们跟着小狗,看看它的主人是谁。 你在做什么? 我在画画啊! 在墙上乱画是涂鸦,不是画画。 四处涂鸦是不对的,因为会破坏环境。 哦,对不起。 这只小狗是你的吗? 它刚才随地小便,弄得地上又脏又臭。 哥哥,哥哥,你看这朵花漂亮吗? 你怎么会有花呢? 我在那里摘的。 你怎么可以摘花园里的花? 你这样做对吗? 不对,为什么? 我觉得摘花是不对的,因为会破坏环境。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? 我们应该爱护花草。 嗯,我觉得我们还应该把垃圾扔进垃圾桶里,把墙壁和小狗的小便清洗干净。 嗯,我们一起打扫吧。 太棒了! 组屋楼下变干净了。 我以后一定会爱护环境。 我以后一定会保值卫生。 嗯,我们应该保护环境。 什么味道? 你们看,小狗在大便。 哎哟!